这一小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基本上这次CUT是以前的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ORT就是我们这边介绍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这边ORT用了这个深度是10 那这一个怎么看呢 这个名字呢这是资料级的名字 样本数呢有4000多笔 然后7个特征 然后呢你测试的AutoSample样本之外的 代表测试的这个R² 解释能力呢是这个CUT是0.46 比这个ORT好 那所以我们的改善呢这个时候就变成负的 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的ORT会比CUT好 但是却没有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正负呢 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取样本 取样的时候取好几次 然后看它的这个平均值跟标准差 所以才会有正负的这个标准差的这个数值 这个是做资料分析的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笔资料级拿到你这个叫交叉验证 你取好几次然后得到一些统计数字 才不会说你因为哪一次取的这个数值是因为运气好或是什么因素 好那我们看另外一个这个资料级呢叫AutoMobile 在CUT是0.581 ORT是0.59 所以它有增加了0.009的解释能力 那这个总的来讲呢就是混合的结果 这有时候呢比较差 有时候呢比较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平均的这个样本Y的这个R2解释能力 这个针对26个资料 横轴呢是你的数的最大的深度 比如说我们要求数的深度为2 然后4 5 6 一次类推 那纵轴呢是你的所谓的样本Y的R2就解释能力 那个数字呢越接近1越好 所以它这个趋势就跟你讲说不仅是红色的CARD或是蓝色的ORT 当你数的深度越来越深的时候呢 你的R2呢就会上升 不过上升的这个效应呢是避减的 就是一次微分大于0 二次微分小于0 编辑递减的意思 好 另外一个值的观察就是说呢 在同样的数的深度底下 你看26笔资料的R2的平均值 那这一个呢 ORT呢好一点点 但是呢如果呢你的数的深度很浅只有两层 那这个呢是不分宣置的 那当你数的深度变大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呢这一个 它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 ORT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解释能力呢就好一点点 然后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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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